你刚刚伤着没有 上时正在播出 该剧是原创剧本 并非小说作品改编 很多主角都是熟悉的面孔 如徐凯 吴景言 王一哲等等 在欣赏这部剧的同时 作者对一个人物特别无语 这个人就是胡善祥 而且根据最新剧情 在上时中 胡善祥唯一的优势也没了 难怪被废弃了 接下来笔者就来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作自受 胡善祥 这部戏剧中的第三个女孩 由张男扮演剧中的胡善祥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 那就是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者 然而 他很不幸 他是胡家族的化身 这个家族当时希望 他的女儿嫁给皇太孙 在这一点上 胡善祥是值得同情的 就连皇太孙也不止一次向他示好 并问胡善祥是否能与自己牵手一生 但是后来 胡善祥有点自作自受 他显然爱皇太孙 但他是一个各种各样的恶魔 要么朝皇太孙丢脸 要么给自己慢性毒药 俗话说 走在河边 食不了邪 不 当我再次毒死自己的时候 我不小心差点毒死了皇太孙 从那以后 皇太孙就和他渐行渐远了 他没有主动去找他 而是一只和一个叫姚子金的宫女玩 钢铁侄女 当朱瞻基皇太孙氏的母亲 看到胡善祥渐渐失宠 就开始不断给朱瞻基皇太孙氏洗脑 说胡善祥虽然不讨人喜欢 但他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善良 胡善祥的善良是一个很好的优点 但同时 他也只有这个独特的优点 当时朱瞻基只是和姚子金闹了点小矛盾 所以他决定遵从母亲的意愿 和胡善祥好好相处 当天夜里 朱瞻基对胡善祥说 时间还早 如果你我此刻抬头 能看到远处的山影 湖边的夜景 空中更多的云朵和窗帘 还有四面八方吹来的凉风 该是多么幸福 走吧 不准回皇宫 现在就去 可是胡善祥却劝说道 殿下 夜已经很深了 我不懂诗 也不善话 去了只会失望 明天殿下邀请朝臣同友 起步更好 显而易见 朱瞻基已经在给他机会了 可是胡善祥就是一钢铁侄女 脑袋刮不开窍啊 00到1001时被胡善祥 拒绝后 朱瞻基没有生气 只有失望 更不用说被抛弃了 登基后 立尧紫金为王后 因为胡善祥被抛弃的真正原因 是胡善祥 唯一的优势已经没有了 我前面说过 善良是胡善祥的唯一优点 这是任何人都无可非议的 但在第19集 胡善祥甚至不善良 他因爱生恨 变得越来越苛刻 甚至让姚子金在烈日炎炎的时候 在院子里连续跪了半个小时 胡善祥此举无非是玩火 很难想象他是否知道 如果他这么做 会让朱瞻基对他产生厌恶感 直到像历史上的朱瞻基一样 本名孙氏的姚子金 在登记为皇帝后被改为皇后 以上就是上时中 胡善祥唯一的优点也没了 怪不得会被抛弃的具体详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